大家晚上好 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柯瑞达的新款 那明天其实主要的会以 就是这种比较优雅女人味为主 那明天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基础款 分别用不同的造型给大家做一下搭配 第一个重绑的连衣裙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裙子 大家应该看到它是一个 船领中秀加大伞裙的做法 对吧 这个比较有走气质女人味的感觉 其实没有加什么特殊的元素 我就是直接加了一个小小的珍珠项面 那你会发现这款的时装感很强 酸素酸的面料 那在手感上好杂理的程度上 到它整体版型的显距感上面 其实都比较在线 但它整体的感觉是比较遮肉内挂的 这场穿也会有一点些许隆重 但是初期场又会非常适合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小的一群特别特别漂亮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就是 纸片人针织衫 因为其实我之前给大家准备的针织衫呢 天圆领的会比较多 然后大家就会有个需求觉得说 那我如果是胸位比较大 然后呢又觉得自己想要写脖子长怎么办 所以这一次是准备好了一个就是 V领的珍珠衫 因为我穿这件衣服其实更大 反而是稍微要是胸围丰满一点哦 它不会露钩 但这里就会显得很细 然后整个衣服的沙线 因为它是养子沙 基本比大家想象中的T恤 还要再薄 轻浮度还要再好 所以夏天穿完全没有问题 黑色呢就会更薄更瘦一点 你看黑色整个人就超级的窄 然后下半天我就搭了一个口腿裤 这条口腿裤子这样子 大家不是会有一个上班的需求吗 因为我发现 Koreda的姐姐们 大家都是追求质感优先 那大家就不希望松紧腰在前面被看得到 所以这条裤子其实是 松紧腰在后面 但前面做成是这种西装的口袋 然后整条裤子完全不会皱 就完全完全不会皱 但后腰是有松紧的 所以它这种穿上去就会比较方便 这条裤子大概是给大家准备了有四个颜色 到时候我们直播先给大家做搭配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衬衫 这么一拿出来就能感觉到它超级的闪 非常的闪 这个衬衫是这样子的 它全部做的是一个19毫米的三蚕丝 其实这种工艺会更难 因为它是直接把三蚕丝的这种纱线 给大家看到了它的纹理 然后整件衣服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整个珠片 反射出来的光泽 然后这个衣服其实有个很神奇的搭配 就是它搭裙子感觉就正常 但它搭牛仔裤巨美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偏度假感一点点的裙子 这个是作为福利品 因为我们今天做上播测试的时候 大家非常喜欢这个造型 那我就直接拿这个单品 直接搭了一个就是这种马甲 外套在外面 就这个造型 我上播的时候刚好有穿过 所以我们明天会给大家上这一波的福利品 那这一档的衣服简单的预告到这里 明天上午的8点钟 我们直播店见 一条独播播放